是小尸吗?是小尸吧! 怀尸没反应过来,就看到站在身后的销瘦女人,脸色有些蜡黄,大夏天的还戴着一定毛绒帽子,却看不到头发的痕迹。 嫂子!一段时间不见,怀尸都认不出来了,不太确信这是黑心中介老杨的老婆,可以说老杨家最后的良心。 以前怀尸见他的时候,他还是黑发极腰,面色红润的大美人,可如今,长发已经在化疗之中掉光了,脸色也虚弱得不像化,只有笑容依旧热情又和煦。 哎,你羊哥说你这两天在这上班,我还不信呢,没想到竟然是真的。 不等怀尸说话,他便走上来,一手提着菜,一手拉住怀尸,你还没吃呢吧? 走,今天你羊哥过生日,到家里吃饭去。 半个小时之后,隔着桌子上沸腾的火锅,鸟鸟升起的烟雾里,怀尸和老杨默默无语地对视着。 隔了许久,老杨看了一眼厨房里忙活的老婆,回头才悠悠地说道,让你来,你就真来了。 这可不是吗? 怀尸一拍膝盖,你不是还说要请我吃饭吗? 我跟你客套一下,你别当真啊。 那你把我塞进牛郎窝里的事儿,怎么说? 这不误会吗? 老杨的白眼都要翻到天花板上去了,况且,你不是做得挺快乐的吗? 连同事都带上门了,可见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 你可够了吧? 提起这事儿怀尸就气不打一出来,要不是这孙子为了一点中介费瞎了良心? 怀尸至于像现在这么倒霉吗? 要吃饭了吗? 我饿了。 客厅角落里的柳东黎抬头问道,这孙子也同样是不跟人客气的那种,有人请客吃饭就毫不客气地跟上来了,这会儿正蹲在鱼缸前面撒老杨的饲料丸。 老杨这死空门的气的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 哎,来了来了,让大家久等了,来,吃饭。 嫂子端着切好的菜从厨房里出来,喊柳东黎一起来吃,还顺带给他们调好了蘸料。 看着老杨不高兴的样子,还瞪了他一眼,小狮好不容易上门一次,你甩脸色给谁看啊? 哎,这位是小狮的同事吧? 样子真俊,来,吃饭吃饭。 被老婆瞪了一眼,老杨也没脾气了,捏了巴基地加了块肉涮了进去,嘴里嘀咕着怀尸这次没给中介费什么的。 配着老杨的臭脸下饭,这一顿饭怀尸吃得有滋有味的。 吃完饭之后,老杨被打发到厨房里洗碗,怀尸坐在客厅里和嫂子随意地聊着天,他的气色已经比原本好了不少,看来老杨昧着良心去搂了那么多钱还是有点用的。 活一天少一天,有一天算一天吧。 嫂子不顾怀尸地劝阻,满不在乎地点了一根烟,你说这病折腾我一个人就算了,还拖累老杨那么遭罪,我心里也过不去。 怎么说话呢?老杨在厨房里偷听到了,探出头来,顿时大怒,李雪梅你干什么呢? 大夫怎么说的?给我把烟掐了,立刻。 马上。 你说啥? 嫂子回头看了他一眼,老杨腿软了一下,声音低下来,请把烟掐了。 这还差不多。 嫂子得意地看了怀尸一眼,把烟丢烟灰缸里,低声跟怀尸说,看到了没? 以后,他坑你钱你就跟我说,我收拾他。 好好好。 怀尸眼睛都亮了,只能说毒蛇,百步之内必有解药,这世上真是一物降一物。 饭吃完锅洗了,还系着围裙的老杨终于得偿所愿地把这俩上门吃白饭的家伙给送出了门。 一路上,他没好气儿地瞪着没少在自己老婆前面骚包的柳东梨,把他挤对着打发去打车后,又回头看向怀尸。 眼神古怪。 怎么了? 怀尸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第一反应是,这孙子恼羞成怒了要打人。 老杨狐疑地盯了他半天,把他扯过来,压低声音问,你小子没得罪人吧? 嗯。 怀尸才警觉,紧接着,便听见老杨说,昨天晚上有人在我这里打听你的消息,给了不少钱。 你没说吧? 怀尸紧张了起来。 老杨翻了白眼,废话,我要是不说我还是人吗? 那就,等等。 怀尸抬起眼睛,你说什么? 刚把人给卖了个底调的老杨叹了口气,抬起五个指头,人家给了五万块,买你的消息。 就算我不给,你以为他从你学校打听不到? 你小子好好想想,最近究竟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 就算早就清除这家伙的尿性,怀尸依旧忍不住想打人的冲动。 紧接着,他就看到老杨一把掀开围裙,把两卷东西塞进了怀尸的口袋里。 怀尸摸了一下,愣住了。 那是两卷厚厚的钞票。 厚度起码有两万多。 这次是哥哥不仗义,对不起你,实在是太缺钱了,你要是气得不行,打我一顿也行。 他低着头告扰,等会拿着钱去其他地方玩几天,先别回来,我再打听打听,等事情过去了给你打电话。 怀尸没想到这王八蛋竟然会良心发现,一时间心中百味沉杂,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被坑了这么多次,终于见到了回头前,他竟然有点感动。 虽然很想打他,可想起嫂子苍白的脸色,他又有些无力。 算了,难兄难弟这么多年,他不坑自己,难道要看着自己老婆去死? 他最后问了一句,究竟是谁在打听我? 那伙人没说,装神弄鬼。 老杨闷头抽着烟,冷哼了一声,当老子是傻的,连车牌号都不会查吗? 好像是一个慈善基金什么的,名字起得倒是唬人,好像叫。 他挠了半天头,一拍后脑勺,终于响了起来。 不爱公义。 两小时后,怀尸坐在装甲车里,看着周围武装到牙齿的士兵,一脸猛逼。 啥玩意儿啊? 咋回事儿啊? 这咋整啊? 熟悉的人生三问,再一次充斥了他的脑壳。 愉快的日子一晃而过,存搞眼看快没有了。 只能说,人生真是太过惨淡了。 熊猫流泪点聚PG。